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玄川的三环路 对于老城居住西关的人来说,这里是远的 是这一间大排档叫标记饭店 为什么这么神化,来吃标记大排档呢? 只能因为曾老板开始瘫了 他说他吃东西的贵 而这家大排档是便宜的 是人均可以20-30元 解决战斗的店铺 现在是下午4点50分 这店铺要等40分钟才开 为何我们这么早上来 居民排队排队很虚陷 要搅拔头,要找椅子坐 先移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帮忙? 觉得气大,很美味 有20-30元 吃饭,每个人身上差不多 我们住在附近也有经常说 不方便 第一,没有WiFi,第二,没有厕所 你们两个等着,我先去厕所 由于达达都去厕所 这段是姚大抽渣机 开门了,慢慢走 等到5点半 差不多,就开了 套口非常小 手指头数得太多 桌子 可以了,总共有 几个石头 你好,小哥 想跟你聊一会儿 您是怎么是要打包的,不在这吃呢? 这好吃啊,那儿的您是 河北,邯郸 河南,郑州 口味不习惯吗 花生来吃,你说这口味嘎嘎的 首先要试的是 啤酒的好朋友 叫做蒜香骨 各位 嗅到很重的蒜香味 味道应该不差 骨头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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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很野味 酥脆脆脆,里面很香 还不够用来送酒 再来第二个 店骨头的食材 都要改错了 比如说这个 五楼炸蛋 没有五楼炸蛋 还不错 一款没有五楼炸蛋 可为存疑 怎样 没五楼炸蛋 和没有老婆的老婆蛋 很长 但是没有五楼的脆脆脆脆 真的不会不错 盛在呢 吃蛋都太好的 那些位置夠嫩滑 上后面够酥脆 在上面刚才介绍我饰的 白刀牛肉 一碟 莫不块 全部都吃 牛肉会跟多个酱汁一起上 辣椒,葱,姜,豉油 牛肉白脚来说,不可以腌 不可以腌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这种乱的口感 不错 还有这个火锅养料,建议你不要养那么多 会咸,养一点,捏一捏 捏到牛肉的味道 可以有面滑的口感 不好意思,两位打搅一下可以吗? 想问两位是过来拍拖吗? 拍拖是吗? 情侣 两个人会选择来这里吃饭是为什么呢? 东西好吃还是? 东西好吃 五天就来了 知道,你是跟我们一块进来的 那怎么回事呢? 所以会觉得这个环境有那么好的吗? 生活气息挺浓的 不像那种什么装出去比较精致的那种饭店 就是各吃各的,然后生意也不大 不太舒服 明白 但是如果跟女朋友来拍拖 去一起吃饭的话 就这个环境不会吵人 不会不会 我们不是那种 人家女朋友,你觉得OK吗? 这里吃饭 挺好的 这里也挺干净的 不是说那种脏兮兮 反正不会嫌弃的 没有,就是看起来 该摸摸的地方 人家都挺干净的 实在女孩子赶紧结婚 我跟你说真的真的 你都好 我说说一句 两句 两句 这么难啊 其实一句一句 一句 为什么这么好生意还买这么便宜 卖贵一点不好吗? 一向的工资就是这样 一向就是这样的 一向就是便宜的 也不便宜 刚才我一餐饭 三宋一汤 最后是芫荽鱼头 再加枝啤酒 最后三个白饭 最后买单是132元 我们三个白饭 非常之饱 一路以为自己会有一个观点 叫做 有时便宜的东西真的没有好 不过刚才这间店铺就打破了这个说法 因为它便宜得来 真的挺好吃 和彪叔谈多一句 为何彪叔 你去到今时今晚 排队排队 排队 排队 你依然都是这么便宜 彪叔说 买得便宜 是他的中指 幸好没有新错 我不是很欣赏这一份坚持 这是一家店铺应该有的味道 like it 再等你记住 余大厨吃完全世界的人 好吃 会否认这个环境不好? 会 我认为这种店 为何? 因为有好东西 你喜欢炒的东西 所以你喜欢看我做节目 我喜欢加色 你喜欢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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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明白了 不是我说的 只是他们说的 不好意思 加星哥 我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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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